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又是我Jason 今天我拿著麥克風 我就沒有夾住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覺我平時前幾天拍每天的一個更新 我發覺我手不停地動來動去 所以我想我拿著麥克風會比較穩定一點 不會隻手周圍挖 好 今天是4月14日 MCO 第28日 我現在這幾天不停地每天都拍一條影片 就更新大家關於馬來西亞、檳城的狀況、數字、情況 以及一些不同的政策 也是想讓香港的朋友知道 多了解一些關於馬來西亞 甚至於檳城這個地方 他們政府的做法 以及外面的人會有什麼反應或情況 讓大家多了解和香港有什麼不同 今天就先看看數字 今天的數字就多了 今天是多了170個 去到4987 即是挨近5000 即是差10多個就5000 跟我之前估計的差不多 我説到14日應該有5000 他都快了 這個170這個數字應該是對比起前兩天多了 因為它是昨天134 前天153 但前天184 死亡個案今天多了5個 而檳城昨天零確診之後 今天有3個 對 有3個 所以其實它現在的情況 under control 但又未至於 或者很大幅度向下滑 即是變成如果 假設它的行動管制令 真的好像之前一樣 是第二個階段就完結的話 其實不夠的 一些也不夠 所以它的第三階段 明天開始15日到28日 再多兩個星期 那會不會有改善呢 這個就 到時才知道 我想如果好像現在 因為我見 早幾天 檳城他就說 譬如 剪頭髮的店 不開 即是不讓他們開 後來之後 昨天 聯邦政府也宣佈 眼鏡店 美容院 理髮店 也不讓他們開放 那麼我想這個是 他們都警覺到 意識到 那個 那個 情況 還未是 受控得來 又未至於 大幅開始減少 所以他們都 不那麼快 去推出 我想接下來這兩個禮拜 也都是 情況都會 維持著一樣 應該都不會 怎樣去再開放 任何的商店 和店 我想緊急性 他們可能會 譬如好像 檳城政府一樣 這裡 星期四 五金店有開的 五金店開 早上九點至兩點 開幾個小時 給你去買一些必需品 所以我看到很多 檳城市民 網民 在上網 他們又在Facebook 或者Youtube留言 都說 希望大家都是 繼續隱瞞這兩個禮拜 那就不希望 就算他們說 就算你 非法店可以開 他們都不會去 或者怎樣 還有 今天他們 他們有宣佈 明天開始 15日行動管制令 如果違法了 譬如他懷疑 你去哪裏 你是不是周圍去 或者是兩個人 一起 在車內 以前 今天 之前 會開罰單 開罰單 就是罰1000 還是2000 明天開始 總之 不管你什麼事 總之你違法了 行動管制令 就會直接上課 直接上法庭 就不是說 只是罰錢 那麼簡單 變成他這個 加強阻嚇性 然後 他還會說 如果任何社交媒體 像我一樣 如果散播一些假新聞的話 就算我們刪除了原本的帖子 警方依然會採取行動的對付 即是他現在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很嚴厲地禁止公眾市民 真的到處去 沒有什麼必要 就不要去 另外也不想一些網上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馬來西亞都幾多 都幾多這些假新聞 都周圍傳 例如一些WhatsApp Group 有些不同的錄音 有些 好像一些 屋檢管理署 管理署的 notice 都被人改過字眼 然後再 分享出去 這些都在整個疫情期間都見不少 即是馬來西亞政府 他們一直都是對這些 虛假的新聞都幾嚴厲 不像香港 香港都 即是 你說就是二次創作 其實 香港在這方面 就相對比較鬆了 即是 除非它是有一些 特別的目的 要去抓你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你發放一些假的新聞 譬如好像 好像早前 香港在大概1、2月左右 2月底至3月頭 有些時間 有很多Facebook不同的 網站 就說 我有口罩拿到 有口罩賣 其實也有不少騙案 也真的有人中了一副 騙了幾萬元 或者幾千元 甚至有些可能 大手入貨 也騙了不少錢 馬來西亞這邊 這些相對是比較嫌 一些簡單的數字 和一些小小的新聞 就報道完了 我也有少少個人的意見 我會在每一條片 報告完之後 也會有少少個人的意見 在這裡提起 想說一些 例如現在 我們很多人都會在 Rip from Home 在家裡工作 不是去辦公室上班 香港也是 馬來西亞也是 我想可能各大 大小 雙企的企業 不論是幾個人 幾間店舖也好 或者是幾十人 幾百人的公司也好 我想都可以考慮一下 例如現在開始準備 如何可以 Rip from Home 在家居工作 即使疫情過了之後 都可以繼續維持 這樣 我覺得其實都不錯 例如在香港 你知道 舖租貴 租金昂貴 馬來西亞 雖然你說 舖租相對便宜很多 但這也是其中一個 節省成本的方法 家居工作 我覺得對於某些家庭來說 也有好處 例如有些媽媽 或者是父母 父母 他們的父母 就要照顧小朋友 例如我 我們平時自己一個人在家 要上班 家裡沒有人 有時可能你會 網上購買很多東西 他會送貨 經常都是 到你要預期時間 收不到 或者可能要他送去其他地方 如果你是家居工作 任何方法 都帶來少少方便 當然這是個個案 每個家庭 他自己有自己不同的情況 可能你的個案 就是如果你在家裡工作 可能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有草物 會坐著你 另外一些個案 可能他很享受在家的工作 很舒服 可能效率會更加高 我覺得大家 如果你們有自己 本身有開工公司 或者是你老闆的話 不妨考慮一下 這個Rip from Home 可能是現在開始 可以想一下怎樣 真正實施 就算疫情過了 之後 都可以繼續走這件事 另外還有一件 在檳城 一個挺嚴重的交通問題 我想Rip from Home 這個也很可能 可以解決到 平時大家上班 下班 塞車的情況 都未常不是一個好的辦法 好 今天這段影片 先說到這裏 短短 都是短短的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1 3 對 2 4